新闻开始带您关心美军协防台湾留下的战略资源 央广台南天马台波音建物 周一上午遭到部分拆除 来自北京的民众说他们现在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别再让他们连收听的权力也失去了 今天人在高雄访问的大陆维权律师陈光诚 则是再次呼吁短波使得独裁者紧张 短波的真相传递作用无可取代 全球短波覆盖面最广的天马台 在7月1号上午遭到部分拆除 大陆听众表示不解 他们强调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了 连收听真相的权力也失去了 第一没法接受 第二一个也无法理解 关押啊那个打地啊 你都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就是已经黑到不能再黑了 现在希望之声的还是比较关注我们这些人的遭遇 帮我们做了很多的呼吁 大陆人民确实需要真实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要拆的话也是挺遗憾的事 大陆维权人士胡军表示 短波对于被打压囚禁的维权人士意义甚大 台湾不该在中共压力下退缩 仍在台湾访问的维权律师陈光臣 周二则在高雄对央广天马台遭拆除 再次发生 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在台湾聆听人权宣言并在人权树上签字 陈光臣说中共独裁干扰台湾电台经费 远远超过电台自身经费 台湾用短波传递正向的作用无可取代 新唐人亚特电视李娟荣雄斌采访报道